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先来看到选前21天 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邱淑提 积极展开拜访行程 今天针对宜兰市发表建设愿景 表示要打造宜兰河国际景观 弘扬旧城文化 拼招商稀人才 铁路高架化 金六节迁移 还有利促洋大副一升格医学中心 还说这些现任做不到的 就让他来好好用心做 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邱淑提 今天趁着参加县议员候选人 黄定和竞选总部成立查会时 针对宜兰市几项影响重大的议题 包括了招商、观光、交通等等发表看法 在未来我们要真正正正对宜兰河 好好来建设 我们来宜兰河和旧城 来必作世界级的观光景点 另外我们的招商 在打招来做 真正正正来吸引人材 也提高薪水 邱淑提承诺将经历招商 创造就业机会 并且结合文化发展深度观光 并将全力促成 阳明大学复社医院升格为医学中心 我们会积极的来争取跟协助阳大复医 来成为医学中心 一个有医学院缩后顿的功利的 非以引力为目的的医院 这个对于我们整个区域的医疗品质的提升 对于县民的就医权利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阳大升格为医学中心 也必须对我们 跟我们限令其他的医疗资源 不论是区域教学医院 或我们基层医疗的诊所 要有更大的一个合作跟整合 那另外就是在急诊的部分 另外在城市交通与建设方面 邱淑提提出将铁路高架化 以及金六节营区迁移四出土地等等 来发展交通以及促进土地利用 铁路高架化 这样是从我们的通行 大家的畅通 大家都在铁路平交道 大家都要打一个红绿灯 打进铺 所以这个部分 管政府到现在的这个阶段 要不修改完成 所以说选择来做 提高这个执行率跟效率 早日把铁路高架化 来加以完成 伊朗新闻记者市民采访报道 我们下轮参照 我们下轮参照 散 请听说 真得 充满 每天 注意 我们下轮参照 点猜参照 就是 我们下轮参照 明镜